台湾 台湾 前进前进 生死保佑 这是台湾人民 全快定位置 表明 这是台湾人民 英国成功妙的胜 这是台湾人民 英国成功妙的胜 台湾人民 英国成功妙的胜 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第一 二 三 四 五届 学士同修 我们一起来恭练开经纪 一经新法妙兰文 一经新法妙兰文 百千万节金重现 百千万节金重现 我今请习诸妙法 我今请习诸妙法 辨识功德皆回乡 辨识功德皆回乡 農蒙鬼谷先世王产老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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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在105年11月19日上课 转播到台东道堂三宝寺 大樊寺以及大安寺 千和禅堂 这个宝穴这个宝地啊 在这里培养出多少贤人啊 多少贤者 贤不是没有事做的贤 而是圣贤的贤啊 这是一个金龟穴 物龟的金龟穴 那金龟穴里面 当时要开米头讲堂 把它打开的时候 破壳而吃 有99个金龟蛋 这证明说99峰 面对了几万华山贵尊年 99峰的庄严 代表着 这个地方是出王国将相的宝地 而且是养贤蓄才 正名欲得高尚旗帜 天下太平 所以先佛式的米头讲堂 从民国八十一年开始建设 到现在来 整整了有二十四五年的时间 从第一届 在来培养出多少的法师 讲师 然后分散到海内外 在国内 国外 传授中华文化道童 一经风水妙化 福利多少人天 尤其在整个的事业基础上 帮助过多少多少算不完的百家企业 转为圣 转为为安 所以维新圣教禅基山先 天佛式总本山 宝地有十八个穴 这是其中的一个穴 那龟狗 就是乌龟的穴 不是常青 这是乌龟穴 右边一个穴 就是白鹤细水 白鹤细水的宝地 非常的妙 白鹤细水这个穴 若是各位十王三都市们 你们有一年来到 宣伙室 你们不妨可以到 弥陀讲堂这里来 看一看 来这里拜拜佛 然后 归寿 无量 就是常青 再加上右边 白鹤细水 白鹤就是要有丹顶 所以在十几年前 我们原穷法师 带着一位老师傅 是正言上人 这梯度法师 老尼斯 现在已经涅槃了 九十几岁涅槃了 我 跟这位老师傅说 这里有白鹤细水 白鹤丹顶 有一个穴 我打开给你看一看 老师傅 很慈悲 它是好 那我就把 然后打开了 然后锄头把它剥开来 地里面 一个这么大的 圆圆的 文化 鹤 都有一个圆圆的太阳 鹤 都有丹顶嘛 红色的端顶啊 所以当打开来的时候 整个 宣服室 白鸟齐饼 哇 就声音 很大 那老师傅 很慈悲 开始和尚 对着这一个穴 一直练奏 练到 差不多 七八分钟之后 老师傅 他终于他看到 龙穴是怎么样了 所以我把它盖起来 白鸟 又不叫了 连虫也不叫 所以这个叫做 风水宝地 这个就是 道场 所以 风水宝地的 他的功德天啊 不是一般人所说的 我得到这个地 我会花财 花财是小事 花功名 也是小事 如火力重生 所以我们 仙服室 有十八个穴 现在已经点出来 十一个穴 还七个穴 我等待 我的这一地址们 你们七个穴 把我点出来了 我会 包一个红包给你们 然后把仙服室 送给你们 送给你们去 来转这个法轮 那你有没有便宜 很便宜 也不要钱就可以买到 你钱也买不到 这个即是老祖书贞 还是 我们要参天良地 天地 何其功 何其德 天地 何其灵 与光 与众生 何其他的灵光 这即是修行的上圣心法 所以今天 我们在丙春年 今天是十月二十号了 我们在 迷头讲堂 在这里上课 希望各位第一届的 全市同修 虽然你们都毕业了 已经二十四年 结业得到金牌 结业证书了 但是呢 我说你们今天怎么还来 他说我们永远没有毕业 既然没有毕业 我就跟你们挺高地 我都敢跟你们 大家一起 结下永生永恒的 老祖的善缘 所以今天在这里 刚才说了 开中明义 告诉说我们 迷头讲堂的宝地 我们也从这一点的 引刷开始 有不可思议的 唯心圣教 历人和历天 唯心圣教的 消灾化节 共得天 我们休息一下 再继续为各位来禅节 各位微信闲事 我们的课程 要上二十四年 当时王山老祖开示 我们要上二十四年的课 我说有什么可以讲 我说有什么可以讲 讲二十四年 光三横 要讲二十四年 老祖开示 前了天三横 要讲一辈子 要讲三生 要讲三生 三世郎 三生有幸 要讲三辈子 也讲不完 有如佛陀 他所开示的 佛法 你要讲十节 还讲不完 那么相对的 中华文化道童 一经 一化开天 再化辟地 人力其中万法生成 三才一以贯之 这是永恒 到现在有七千三百五十三年 也还没有讲完 所以我们来到 世间上来这里修行 我们所要修的 太多太多了 但是我们要学习知机 你要知道这个机 天机 才不会受困 不然的话 我们会困住了 所以这一节 要为各位来讲解 玄机户 玄机 玄机户就入球 智慧没有开 就入球 智慧开了 永远就求不住 深入球 有好多的 残结 在风水学的入球 是审视 玄空学 审视大菩萨 他所领悟的 我印证了 我印证了 非常的 灵验 那么我们做人处事 若是我们做人处事 不厚道 那我们自己很容易入球 自己受困 困住自己 所以才有 王产老祖 开示我们 风水的入球 短暂一时 人心的入球 必须要用 佛法 圣华 来开启 这个新闻 所以 硅谷先师 王产老祖 开示我们 要多诵经 一定要多诵经 经中的自制聚集 都是灵光 经中的自制聚集 都有禅 都是我们细胞的能量 一直在放光明 所以当你经送的越多 你的灵光 就越光强 当你经念的越少 你的烦恼 很快就到 重视不变的真理 所以 我一直鼓励 受惠大众 大家有缘嘛 你们就读诵经 不管什么经 都是好的 不管你信什么宗教 民间什么宗教 任何一部经 都是开启我们心灵 生命的光辉 和智慧 所以 鬼谷先师 王产老祖 开示我们 我们要修行 修行之外 我们要学到 尤其在中华文化 七千多年的文化 已经 风水学 是永恒不灭的 永永远远的 在世间它都没有灭过 只是我们不懂 只是我们不懂而已 若是我们懂了 你会感恩 一经与风水 就是我们生命的 光辉大导师 所以你懂了 你就不会入囚 就不会自我困住 尤其你要懂得意经 要用意 才不会把自己的 心闻困住了 也不会困住 我们的家人 曾经我们一位老弟子 他说 你说入囚 我家整个月都在入囚 全家都在入囚 你为什么不把命卦 拿出来 还为你家人解说呢 哎呀 叔父 不好意思啦 我都有在听啦 但是回家都忘掉了啦 哗哒哒哒哒这家 你都没有在学没有记哦 有啦 叔父你在讲很清才啦 我回去十八就晃了 我就睡觉了啦 所以我几年来 都没有把命卦弄好 这个你就是入囚了啦 所以你到出版社 去请过一本命卦残结 然后回去好好学 我好好学 他就到出版社 去买了一本 我们的命卦残结 回去自己就研究将近半年 半年后咧 我也在这里上课 他就从台北来 叔父啊 我现在没有入囚了 我家人全部都 一个挂 凤山剑 困人出狱啊 凤山剑的困人出狱 而且一去敌天关 游风脱亡 就没有被困住了 原来我家的孩子 他的命卦跟他对冲 谁要跟他讲话呢 我讲半句他已经讲十句 才了解说 为什么孩子 这样呢 我以为祖先不好 万一那做桌仙 那是不够可怜啦 怕孙儿呢 你们不修 你感觉怪桌仙 这都不对的啦 还有女儿 一天到晚在外面逛 你说他没有事吗 他有在做事 也有赚钱 赚了钱还可以 因为他的命卦 就凤山剐 游风脱亡 他的财 一摇到第四摇都是财 哇到处都有钱 他的性嘛 个性嘛 所以我们这个同修弟子 他说 哎呀 舒服 我知道啊 接下来 我的老婆 原来我的老婆 谢谢念 后果很烦 结果老婆 她的命卦是 月破 月破就没人 谢谢念 哎呀 他就哈哈一笑 那么你呢 我的命卦 被年来克 月来冲 日来行 时来克 所以我的命 就是这样 所以实话说 好命 不喊不命 大就会啦 一定 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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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鼓励 死亡大众 大家来 学月经 你做人处事 这样会安心嘛 祝福各位 各位维新圣教 一清大学第一到五届的闲事同修 入囚 面卦入囚 思想的入囚 污宅入囚 还有祖焚入囚 入囚 入囚是很可怜 百般的挣扎 还逃不过命运的卡索 在这么多年来 印证了那么多的众生 死亡三性大斗 看他一入囚了 一生就很潦倒 若是我们懂了这个真理 我们可以告诉他 要修行 入囚的方法 一 行善 念经 第三 学道 行善每个人都会在行善 大战 小战 中战 都在行善 好 再来 念经 在本教门 这几年来 老祖一直交代我们 要鼓励大家诵经念经 好多我们的同修 还有诸会的会友们 而一教奉行 认真诵经念经 把整个的家的命运 改变 转为为安 很多很多的案例 所以念经的功德 不是一般我们所想的 那样我要到极乐世界去 极乐世界在哪里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天边你要到极乐世界 不简单 不简单 在眼前的极乐世界 就从行善之后 你会得到心安 就是极乐世界 再来 再来你诵经 你诵经 念经 三十分四十分之间 你也就已经到极乐世界去了 你就已经 出困 解困 离开入囚 所以当你 诵阿弥陀经 一部诵完三十分 这三十分 你也已经到极乐世界去了 所以就是当下性的 极乐世界 未来性 不可得 未来性 变化多端 所以当下心 我们能够好好诵经 好好来 念经念佛 那么这段时间 短时间你就都使到 天国 到极乐世界 到佛境图 这个极是 禅的最高境界 所以有一次 有人问我说 禅师啊 你为什么都鼓励人 神上的诵经呢 我这不知道你要鼓励人家 要诵什么 诵什么 可以找其他的来练啊 来读啊 你读小说 你会困住 会入囚 你读佛法 练经 你会解困 不会被 这些怀疑 这些怀疑把你困住了 所以那位先生 他说 我懂了 难怪我看小说 我家里小说 我都是带着别人的思想 带着别人的烦恼 一直在棍的烦恼 甚至跟着想去跳杀 去自杀 去跳河 跳河 想想在水里面 一直喝水 若是没有死的时候 肚子很难过 若是跳楼 跳下去了 我面目全灰 人家一直在看着笑我们 若是没有死怎么办 有时候在民国75年 我在台东经修院 有一位老太太 她的儿子 常常想不开 她就要跳楼 第一次 从十一楼前面跳下去 好像是王产老祖 那时候在他来拜王产老祖 跳下去怎么飞到隔壁 人家三楼的屋顶上 那个兰花网 只有腿短的 到曾经医院 这个老太太来告诉我 我去看她飞很好玩哦 我没有安慰她 我说你这样飞很好玩哦 空中飞很好玩哦 老实说不好玩啊 我跳下去我才后悔 但是来不及了 一直喊老祖救我 老祖救我 老祖救我 喊不到第三声 第二声的 宝贱就在隔壁南花架上 只要等于没有死 十一楼跳下来 在台中市 户刑路民生路那里 好 医好了 又过了半年 又想要自杀 一直想不通 想要自杀 结果他 又跳下去了 一大早就跳下去了 好像是工业 刚好一大早来送报了 被他压死了 送报被压死 他没有死 而且他犯罪 那是 什么样杀人 也是杀人罪嘛 后来我才了解 他的命挂 睡破 月入木 日来刻 一五四处 命挂中 没有原神 所以他的思想 变真倒是 这个集市 命挂了入囚 后来我叫他认真送王产老祖 玄妙真经 有空 有空就是每天一定要送两遍 那一次的经验呢 每天送两遍 送到现在已经 二十五六七年了 也没有事 这即使要 解困 只有从修行 面经送经开始 面经送经开始 各位微信显示 各位熟患 善知识 我们学到的目的 是利于他 保护自己 不伤害他人 那是利于他 所以我们要先了解自己的病 病有多少个病 虽然只有八八六十四卦 命耶 六十四卦 三百八十四遥 乘以六十年 再乘以三十天 再乘以十二个月 他的望向 有多少 你们算上看 以一夹子来算 三百八十四遥嘛 乘以六十年 那么三十天 十二个月 光是年月日 乘起来就有多少 八二九四四连零 八二九四四连零 多少 过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 就有八百 二十九万 四千几 所以各位同修 你们来学到 不要以为只有六十四卦 活法有八万四千法文 那么一经 就有八十二万的命卦 所以 一道是天机 是玄机 其中 太极 这个是 八十万九千 四百四 四千四百局 太极的一半而已 一半有多少 一半有多少 无量式的光明天 所以王才老祖 开示我们 要有这个 宇宙观和数学观 那么你念经 诵经 字字 巨记都有天机 字字 巨记都有花宝 天德经 鬼谷宣誓天德经 有三千三百三十三字 三千三百三十三个灵光 若是要各位送一千部 那有多少 那多少 那多少 够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 三百三十三万 是不是三百多万 那我们的命购 合起来 八百二十九万 那是一生 六十年 那你送一千部 你再送两千部 三千部 你送三千部 一千部 已经将你的环瑙 把这个切掉了 所以这整个 八十二十九万 都烦恼 你要 让你的灵光 铺满了你的黑暗 转为光明的时候 等号 所以只有诵经 念经 一条路 然后加上用玉经 皇冠未然 与其无所胜 这集是 一经新法庙南文 百千万节 今重现 我今请起 诸妙法 便此功德 接回向的 真禅奥义 所以 我们要逃出 入囚 只有靠自己 求人不得求己 求己不得求真正的自己 所以维新 圣教功德基金会 全体 董事们 都关心 所有闲事 基金会的会友们 把平时到未来的安危 要我们维新贤事 多鼓励你们的亲友 加入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 借这个阴年 要他们送经 待他们念经 送经 就能 皇冠的未来 减少失败 减少 烦恼的发生 在很久以前 就是 我还没搬到 全国书来 那时候我只有一部经 王产老祖全庙真经 有一位先生 他的行业 没有本钱的行业 就是要有脚的力量 蹦的跳上去 就在 屋檐上的草上飞 就当小偷 他来结缘以后 我说 哎哟 他的命挂就是山水门 一破 我的小鬼 偷钱 我不知道他当小偷 我生活的小鬼 偷钱的命 先生 靠到几岁 师父 叫我不要这样 我都说 小鬼偷钱 突破 我 哎哟 那姓蔡 蔡先生 你的工夫很好 没有办法 我家也没有财产 没有什么 我只用这样比较方便 所以 我告诉他 你要转变你的命运 继续练经 那时候我运出 王产老祖全庙真经 拿给他练 当他 今天晚上想要去哪里 在干一票的时候 赶快把经拿出来练一遍 那天就不去了 这几次送经 这几次送经 的无量功德 好啊 没错 这是台湾的名 云国成功妙的生 不成功 9 9 10 8 7 9 在 7 9 5 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 到现在只有34岁而已 但是维新圣教是利人和利天的 可惜中国大陆和台湾 有这个政治的恩怨 他否认了中华民国这四个字 所以在台湾的宗教 都有中华民国花的证书 所以中国大陆 他们就把好多台湾的宗教 包括维新圣教叫做邪教 所以我们很多同修都烦恼 我说烦恼什么 我们中华民国 挣得就好 你为什么要烦恼别人怎么讲 你刚才有一个笑话 你要听吗 我们只要问津如愧 养不愧天 就好了 所以我再顺道在这里 为各位来说明 因为中国大陆 他不承认中华民国 所以中华民国 发了各种的职 这个执照 都是叫做邪教 他也不能够说你是政教 他政教来 他就说你是中华民国了 就自然是中华民国嘛 这个都是政治里面的诡决 这个差语 你知道吗 所以维新圣教 万法维新 你不能离开新 任何地球上72亿的人民 都离不开新 这个做事 你离开新的就自我入囚 所以现在中国大陆当局的人 就是已经入囚了 自己困住了 那么相对我们自己国内 中华民国的 所有2300万人民 我们自己不能入囚 自己不能困住 我们要好好地修行 曾经有一位先生来到宣伙市 看到我们 嵌若参堂 中华民族917位天主帝王 其中有一个联位就是 毛泽东 邓小平 还有他们的 死期的总理 他叔啊 你怎么把他们列进来 他们也是中华民族的祖先 中华三祖儿女 他们的思想怎么各一边 失落 全部都归于零 所以我们宗教人 修道人 我们不能自己入囚 不能把他困住了 我们要解脱出来 自我解脱 我们要有神道的关怀 你就是王产老祖的化身 所以神 祂是关怀一切众生 所以上天的神 也一直在等待 在关怀大陆的同胞们 他们能够早入觉醒 不要像以前 一直说台湾是他们的 这么贪真实 贪得不完 怎么可以当一个什么 泱泱大国的国民 贪得无怨 那就是入囚 让我每天都在烦恼 你家的东西是我的 我就入囚了 那叫黎灭亡粮 莫叭鬼 啪得进去了 莫叭鬼 黎灭亡粮 所以黎灭亡粮的思想 啪得下去 你的东西就是我的 你的国家国家就是我的 什么都是我的 你就黎灭亡粮 莫叭鬼 那这不是多难过呢 我们来到世界上 已经忽略了 我们是如来来世界上 所以孔子 他才讲一句话 敬鬼神而远之 你敬鬼敬神 要客观 他为什么会变成鬼 他为什么会成神成佛 而眼之要靠观来看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没有智慧 就是入囚了 你有智慧 你就解脱 所以我们来学道 是要学解脱 而不是要来学入囚 那么怎么样才能解脱 我们时时刻刻要来关怀众生 所以我们今年 秉申年10月18日 前天开始深谈 为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 第十二谈的圆满 大法会 2017年1月1日 在林口大局馆 记住大典 国内外大陆同胞都一起来记住 表达 新手相连 这心声 这即是入囚啊 而觉醒之后 就是解脱嘛 过去五千年的入囚 现在在当下性 我们要解脱 所以我们深谈 29天的法会 到10月17日 阿弥陀佛圣诞 法会 公众维信圣教参资经 那下午呢 我都讲解 维信圣教万年归心 追根溯源万年归心 攻占 王产老祖天威的纪文 最不惊 来开始 那明天开始 我们就会来播出 每天 下午在维信圣教 禅机三线 我是 法会 实况 我所讲的 所开示的 攻占王产老祖天威 的纪文 最不惊 给各位了解到 王产老祖 他的慈悲 王产老祖的爱 希望各位所有 七十二亿的人民 过去的入囚 能够解脱 能够超凡 入圣 这即是我们的 宗旨和目的 那么明天我们就开始来 了解 基础权的 法会 开示 祝福 各位 谢谢 开始 谢谢大家